感谢观看 我们荣幸 胡博士呢 刚刚才从机场赶来 先来一个掌声鼓励他这种精神 刚才我是有点担心 他的飞机会 所谓的延误 我告诉季兵你说 你可以讲慢点 结果他就听错了 当胡博士出现你就快点了 不过他太敢了 这个情绪化的时候 不能控制了 借助大家的掌声 乐力欢迎我们的 沙巴才子胡亦山博士 谢谢 谢谢我们的 主持人 曾一年先生的日情 洋溢的这个介绍 我是胡亦山 那么很高兴能够 回到沙巴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的一些理念 那么这些年来 大家可能也知道 我虽然来自雅碧 我自己也在这里出生长大 但是就说在海外 在基隆坡 在新加坡等等 都度过很多的这个时间 那么 这些年来其实都在想 如何 可能可以就说 把我们本地的一些优势 能够结合全世界 现在正在盛行的一些趋势呢 然后使到我们 尤其是年轻人们 能够发扬广大一点 能够有更多发挥的这个空间 我交给曾先生的时候 我的题目只是说 全球在地发挥 其实我觉得答案是不是就在创新这一点 我会先开始讲一讲 现在在世界上盛行的好几个比较大的一些倡议 比如说中国的一带一路 我们本区的这个东盟经济共同体等等 然后我会开始讲 我所认为创新是什么意思 然后会给一些外地的例子 然后也会给一些本地的一些例子 然后看我们怎么样可以把它们结合起来 首先大家之前几天可能也都有听过 中国所推出的这个很大的一个所谓的发展的倡议 叫做一带一路 什么叫做一带一路呢 其实主要就是两个 一个叫做丝绸之路经济带 从中国经过中亚 俄罗斯到欧洲等等 那么另外这个红色的这一点 那么另外的就是所谓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是蓝色的这一点 通过我们东南亚印度洋 也是一直到欧洲 还有这个非洲东非等等 那么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 是在2013年的时候 当他访问中亚的Kazakhstan的时候 他提出这个所谓丝绸之路 经济带 主要就是把中国跟中亚的这些国家 什么Kazakhstan Kazakhstan 乌兹贝基斯坦 还有俄罗斯 还有土耳其 一直到东欧 一路的这个 就是说当年的这个丝绸之路 就是应该是 我看是马可波罗 走过的叫丝绸之路 重新的把它发展起来 带动当地的经济 然后可是我们 还有另外一条丝绸之路 就是我们所比较熟悉的 就是我们每次我们到亚币的这个州立博物馆里面 我们都会看到二楼有一半的这个展出 其实都是中国的这些瓷器 每一次有中国的客人到来 我都尽量的把他们带到我们的博物馆去 去看一看这些瓷器 你会看到这些瓷器 其实最早起码在博物馆我们所看到的了 最早是什么时代中国什么哪一个朝代 更早 唐朝又早了一点 之后了宋 你没看到第一我已经可以背了宋 首先是有宋的那些宋词 然后就有言 名 清等等 名 晚名 清代等等 所以至少从宋代以来 就说大约是公元一千年左右了 我们已经跟中国是有这种经贸关系 这个就是所谓的海上丝绸之路 所以中国也希望通过这海上丝绸之路经过东南亚 然后一次也是跑到这个南亚 就是印度啊 巴基斯坦那里 然后一直到中东 然后一直到欧洲或者是东非啊等等 那么这个是 这个所谓的丝绸之路 对不起 这所谓的一带一路呢 中国当然有中国的想法 促进繁荣啊 企业啊 经济合作啊等等 那么 我看我比较重要的可能还是这些 就是互联互通的网络 包括交通的发展啊 基础设施的发展啊 促进 投资和消费啊 市场权利啊 就业啊等等 那么 当然中国认为这个是到未来 好一段日子里很重要的一个外交政策 所以你会看到前几天 中国的习近平主席 在北京召开了这个 所谓一带一路发展论坛啊 包括我国首相 纳吉 都有到那里去参会 当然中国把我们的首相 我前老板叫做 纳吉布 纳吉布 这个连首相都感觉到很奇怪 怎么加了一块布 纳吉布 首相也问过我的 这个是中国人的翻译 要把那个B发出音 那么 当然 他们有提到说要坚持市场运作这些 这也是中国的一些说法 你看啊 他有经过中亚 俄罗斯 欧洲啊 这些 然后从海上丝绸之路 会经过南中国海到印度洋到欧洲啊 等等 那么基础设施啊 港口啊 这些 这些经贸产业园呢 这些都是中国想要协助本区发展的一些 一些思路 那么 中国提出来呢 一带一路呢 从中国的角度来看 是要有这五 所谓的五通啊 政策的沟通 设施联通 就基础设施了 贸易的畅通 资金的融通 还有明星的相通 在这里呢 我想要强调这两点 就设施的联通 贸易的这个畅通 那么大家也看到这 就说自从提出一带一路以后呢 中国在本区域 包括在马来西亚 都开始建一些 比如说港口 在西马有这个关丹 关丹港 还有这个马上要建起来的这个马六甲 有一个所谓的黄金港 然后要建一条横贯马来半岛的这个铁路 然后还有巴胜港的这个 这个把它提升它的这些功能等等 那么在沙巴 我还没有听到说中国要进行一些 什么基础设施的这个 就是说跟我们一起建一些基础设施 所以我大胆的提出这个倡议 我们不是说要建这个 Penbonio Highway 对不对 从古径一路 Penbonio Pan到这里 又Pen到古达 又Pen到山大根 又Pen到斗湖 是不是 你既然要做Penbonio 那是说是一条高速公路 对不对 倒不如反正你要增地的 倒不如增多大概一百两百车 就是说宽度 你顺便沿着这个Penbonio Highway 建铁路 就说 而且不要只是以前这样的 像我们这里的铁路真的是很刺激 一条下另外一条就不可以上了 根本没有另外一条 总之不可以上了 是不是 要建就踏踏实实的建一条下一条上下两条这样的 双线的这种铁路 就沿着 大家也知道我常在报纸写文章 可是我其实这些年来很少做一些访问的 这个是少数我做的一个媒体的访问 因为我认为很重要应该 要建一条铁路去沿着Penbonio的这个highway 那么谁能够帮我们这样做呢 坦白说 目前也只有中国能够这样做 所以这个是我认为我们应该要早一点要做的一件事情 另外当然是贸易的这个畅通 中国在一带路倡议下 他建议了很多 比如说什么海水养殖 掩阳鱼业 这些海鲜的加工海水淡化这些 其实这些都是我们沙巴可以积极参与的 你看这全部都可以 在海产的养殖 掩阳鱼业 加工海鲜海水淡化这些海洋的生物变成药等等 还有旅游环保产业等等 这些煤炭油气金属矿这些 我们当然也有了 也希望中国能够进一步参与 还有当然是这些所谓绿色能源 水电 核电我看不用了暂时不用了 这个可以以后慢慢来 风电太阳能等等 这些我们都很多的嘛 可是有时候我们是要做好功课的 我这几天在中国 在南宁跟我太太一起去考察 广西民族大学 请我做这个所谓科座教授 那么顺便我们去看一下南宁的各种的发展 我每一年都到南宁的中 2006年 每一年发展都很厉害 但是我觉得他们 人家中国人很认真的一点什么 人家真正会去做一些统计数字 比如说 我们现在说 我们要发展太阳能 比如这样讲 比如我们讲要发展风电 是不是 哪里那个风比较强啊 哪里阳光比较 猛烈一点啊 我们不是很知道的 我们有没有一个整个沙巴的阳光 哪里猛烈 哪里没有那么猛烈 哪里风大 哪里风比较不大 我好像还没有看到 所以人家是很认真的 人家整个广西 人家会知道哪里做太阳能 哪里发风电 会比较有效率等等 所以很基本的这个东西 你不能够说等到 既然你们要做 你们顺便 做买整个沙巴 看哪里可以风比较大 人家不是这样的 你是要做好这些很基本的工作 然后说 我们认为古达风很大 那么有哪一些外商 包括中国 可能也包括日本 可能也包括美国 想要做这种风力发电 可能在古达做比较好 比如这样讲 是不是 然后太阳能又是哪里做比较好 我们要做一些很基本的工作 你才能够去结合 人家这种所谓的国际大倡议等等 是不是 你不可以 你要做 你看沙巴很多地啊 你去找咯 你找到你看咯 你收购几块地 破起来就可以了吗 有没有风那边 你自己去试的吗 是吧 典型的 典型的 我们的中国朋友来到也是这样的 也是这样的 我要快递 我海边有一块地很漂亮的 几十阴谋啊 你看你要去做什么咯 中国绝对不是这样的 他已经plan好了 知道这一代 发展做什么 旅游越好 还是工越好 还是住宅好 然后exactly跟你讲 我需要多少投资 我需要制造多少就业机会 希望你们能够来建立怎么样的工厂 以便我多少个人可以就业 人家南宁要发展 南宁建了第一条地铁线 人家很积极的去培养 这些就是说能够去修理地铁线的人 人家会做统计的 每一公里的地铁需要800人来service 他们会做这种 所以要培养800人 是不是 我们只能讲 我们要发展旅游业 是不是 我们要发展旅游业 我们 我不知道 这里 除了达杜王权道的学校 还有没有其他学校 有训练一些这些 包括在这里工作的工作人员 我不知道 也许有啦 希望有 所以 所以就说 要先做好一些很基本的功课 并不是说我海边那块地很漂亮 你看他去做什么 我们joinventure咯 我分25% 最好30了 不是 不是这样的 是不是 人家整本书给你 整本书这样 我exactly要这种投资 不好意思啊 讲到直接一点 因为我收到太多这种了 虎卫山啊 你是马中联益协会的会长 看我海边那块地很漂亮 你看找中国人要投资什么 很多的 多的 你看人家讲什么 人家讲 农业3.0时代 农作物终置管理 这种这样 农业技术服务 农业的智能化 精准化 定制化 程序化 什么大数据 农产品安全模型等等 今天假如中国人说要来种什么稻米啊 或者是其他的作物啊 我们有没有全州的一些真的是很精准的一些这样的 data哪里种比较好 如何去收购那些土地 或者不是收购了 如何和当地农民一起合作这种企业式的这种农作啊 是如何的做 有没有一个机制啊 我们好像都还需要更努力 是不是 所以这些都是 这样我们先要做好我们自己的工作 我们才能够谈得上要去发挥 人家讲是开放的包容的 可是我们自己要去努力的先做一些工作 这个是一带一路的一个简介 然后我想要介绍一下 本区的另外一个很大的一个倡议 就是所谓东盟经济共同体 理论上 你看好像东盟的这个经济 是世界上第7大的 东盟的经济 东盟的10个国家加起来是世界上第7大的这个经济 然后我们的人口有6亿多的 是中国人口的一半 理论上 理论上各位 理论上我们的人口假如是中国的一半 理论上我们的经济也应该至少是中国的一半了 是不是 理论上 事实上好像不是这样 事实上我们的经济等于中国的大概四分之一 还是更少还是五分之一 是不是 所以我们有很大的这个努力 努力空间 是不是 我们有很大的努力空间 我拿中国来做例子是刚好 因为长期中国 所以 把一些数字拿来比较一下 但是当然我们东盟的优点呢 当然就是我们做贸易做得很强 我们是 就说 世界上除了美国 除了日本 除了中国 还有欧洲之外 就是东盟这10个国家做的贸易量是最大的 这个也是我们很值得骄傲的一点 每年我们的贸易呢 它的数额是整万亿的 所以 你看 这样的一个情况 再次强调 有中国人口的 这个一半 其中的50% 是少过30岁的 少过30岁 看这个 OK 为什么我们要讲有东盟经济共同体呢 主要就是希望 比如说马来西亚跟泰国之间 假如我们自己做贸易的话呢 我们的这个成本可以减到最低 我们的关税可以减到最低 最好是把它完全废除掉那关税 然后这种非关税壁垒 就是譬如讲 有时候 你说不抽关税 可是你故意说它那个东西有细菌 不让它进来 这种这样的借口呢 希望能够 就说大家不再有这种借口呢 来阻绕双方之间的这个贸易 当然东盟经济共同体 你知道每一个这种 这种是一个自由贸易协定吗 每一个自由贸易协定呢 当各国谈判的时候是不是 肯定它会有一些例外的 它一定会有几样东西 它还是要保护的 是不是 我们的车还是保护的很厉害 所以在未来一段日子里呢 我们还是要买这个所谓的这个贵车 假如你是要买这个进口车的话 但是也是慢慢逐步的 那个关税是要降低的 这个我只有英文的版本 不好意思 东盟经济共同体呢 货物之间还有这种服务啊 这些都应该是自由流动的 还有这个资本呢 都是自由流动的 还有当然这个消费者的保护啊 这些知识产权啊这些 我们所谓的东盟经济共同体呢 首先会比较注重的是哪一些领域啊 大家也可以看到 比如说运输啊 资讯科技啊 比如说电子贸易啊 能源啊 粮食啊 农业啊 旅游观光啊 矿物啊 医疗啊 这些这样的一些这样的领域 这些都是 就是说会首先 会把关税能够降到最低的 这些其中一些领域 我先介绍一些这样的一些大框架 给大家分享一下 那么 下一步呢 下一步呢大家 谈起这个所谓的区域性全面经济伙伴 决定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 东盟的十个国家 再加上其他六个国家呢 我们正在谈判 要进行自由贸易 东盟的十个国家 再加上哪六个国家呢 就是中国 韩国 日本三个了 印度 还有澳洲 纽西兰 希望成立一个16个国家的一个 自由贸易协定 那么这样的一个自由贸易协定呢 那么这个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呢 都会大幅度的这个降低 大家这个只是一个 这一个显示图了 那我们东盟的十国 印尼 泰国 菲律宾 柬埔寨 亚南 马来西亚 新加坡 文莱 那么中国 日本 还有这个韩国呢 他们也在谈一个自由贸易协定 如果我们加上 就说这两个加起来 再加上澳洲 纽西拉 印度 就是所谓的RCEP 16国的一个自由贸易协定 这个TPP我们不用看了 这个多元型的 这个已经不用看了 因为已经死了 因为美国退出了就死了 本地的说法叫Kell了 所以这个不用看了 这个 所以现在大家都把希望看在这个RCEP 浅蓝色这个 为什么这样重要呢 RCEP 30亿人口 几乎世界人口的一半 你想一下 世界人口的一半 我们要有一个自由贸易协定 这个是很了不起的 的一件事 GDP高于17万亿美元 经济统合 经济合作等等 最重要是减免关税 达到自由贸易 减化通关 相互承认标准等等 这个都是即将来临的 正在谈判的一些 自由贸易协定 那这些很重要的是什么呢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这个就意味着 人家可以进来你的市场 你也可以进入人家的市场 本地的中小企业将会面对很大的竞争 因为中国的企业 印度的企业也可以进来跟你一起竞争 但是相反的 你也可以进入他们的这个市场 所以这整个游戏就变得更加的 怎么说更加的复杂了 就是说你会面对很多挑战 但是你也会有很多的这个 这个机遇等等 就好像所谓的阿里巴巴进来 所谓首相跟这个马云握手 什么阿里巴巴进来 你有新的这个什么电子商贸平台 对不对 同样的你可以卖很多东西去中国 但是中国也可以卖很多东西来你这里 是不是 那么这个就变成要强调 接下来我要讲的几点 为什么人家要买你的东西 是不是 为什么人家要老远的中国 要买你的东西 而并不是他的东西 然后这边变成人家不买东西 买他的东西 是不是 所以我们要有自己的一些 比较特殊的这个一点 我再强调一次RCEP包括什么呢 服务性的这个贸易 就说包括你的你的旅游业这些 投资 经济合作 知识产权等等 你看 这里列挤了一些他的欲出 但是我也觉得这个当然是很好 不过当然也有就像我刚才所说的 你的竞争会越来越大 我觉得如何去应对这种更大的竞争 而且在竞争之中呢 你能够杀出一条 没有讲我这么难听 能够创造一些新的商机 是不是 有时候想到真的是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思维比较负面一点 也许是因为在南陵的时候 收到邻居的一些通知 我那个小小的达曼 16间房子的一个小达曼 是不是 过去三天有三间物质禁贼 其中一间还禁了 借连两天禁 是不是 所以是说世道真的很不好 大家真的要很努力的赚钱 大家很努力的真的是杀出一条血路 是不是 所以 所以我对不起 我思维比较比较负面的这几天 不过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 我再一次强调 我们面临这么大的竞争 这个竞争其实也不由得你选择说不竞争 因为我国是参与这种什么RCEP谈判等等 你的竞争的确会越来越大 如何在这个竞争中 寻找你自己的定位 使得更多人可能要买你的东西呢 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叫创新 什么叫做创新 哈佛大学大家肯定 听过了 美国著名的有人说是全世界最好的大学 也是当年很遗憾我没有进到的大学了 哈佛大学的商业出版社他说什么 你看美国人的创新的定义是很有 很有system的 什么是创新 朝你一份有驱动力的严谨规划 叫你要写一篇文章 是不是 要找谁是利益相关者 什么建立一个强而有利生意模式 很美国的思想 先写一个报告 然后找一班跟你有同样兴趣的人 有利益相关的 做一个生意模式 然后克服什么有形无形的主力 然后维持你的创新的动力等等 这个是哈佛的 哈佛的定义 哈佛大学 关于什么叫做创新的定义 我自己根据多年来 看人家怎么样创新 然后自己也尝试创新 而失败过很多次的经验 我觉得创新其实也不是那么 诶 对不起 也不是那么困难 什么叫创新呢 这个是我认为了 创新首先在于你要寻找到一个问题 一个挑战 有些人认为创新只是一个创意 一个发明一个研发一个设计一个便利等等 有些人认为 创新其实最重要 就是比如说 我们小时候常常看到的一个例子 什么爱蒂生发明 发明电灯 是不是 然后爱蒂生又发明电影 爱蒂生又发明这个 留生机 留生机 recorder这样的通通通 然后电话是那个叫做贝尔发明 是不是 然后什么又爱因斯坦发现相对论等等 这是我们小时候 我们读历史或科学 我们有一个这样的印象 这个叫发明 这个叫发现等等 但是我觉得其实 在发明或发现之前 很重要的一点 你是要找出那个问题在哪里 那个问题挑战 为什么爱蒂生需要发明电灯 买不到蜡烛 晚上 想要直接点晚上看不到 是不是 蜡烛那些麻烦 是不是 我们需要有一个需要的 是不是 他需要觉得蜡烛麻烦 或者是点那种大工 我们叫大工灯 那种也是很麻烦等等 所以他觉得假如用电去做一个照明 那个会使到他更加方便 所以我们手下找的是那个问题的 对更明亮等等 问题的所在 不然以前人都不会去怎么作弊引光 有没有读过 二十四孝啊 什么那种故事 去打穿那个墙 去引他光进来 借光来 来读书神言寒窗 是不是 那个眼睛包 包军事报导度 他还要发明同样的留生机也是一样 为什么呢 他演讲了 他要record下来 以后再听 电影也是一样 他要record那个影像 电话也是一样 长途 大家除了写信要几个月才记到 以前 他用船 他希望能够历史的 长途的对话 所以首先你要找出有那个需求 是什么东西是不是 是不是有些地方 比如说人的营养不够 营养不够 你要怎么样去解决 你要去寻找出 发明出 发现出 一些新的这种食品 食物吗 是不是 或是新的这种包装方法 首先你要 你要有一个问题 或是挑战 然后你才有一个创意 你才有一个创意 创意了之后 这个创意要被 要被 要大家能够 能够接受的 是不是 你看以前 其实到我读书那个年代 都还有 在座各位假如 长辈可能以前有经历过 所谓的以前的电脑 基础是好像有这整间房间 这样大的 是不是 这肯定是很难让人接受的 怎么样来接受 怎么样来 怎么样来用这样的电脑 是不是 可是慢慢的你进步之后 结果现在电脑变成一个 iPad这样的 这样的一个薄度 大家就能够被接受 就很美观了 是不是 你的同样的你设计 汽车等等 也是一样的 你要有一个美 美观性的 你的汽车性能多么好 你不美观 还是很难令人接受的 我小时候 我的一些长辈们很喜欢一个瑞典的车 叫做 叫做Vovo 大家有听过吗 是不是 Vovo以前的那种款 大家有看过吗 是不是 我看只能够用箱头车来形容 是不是 后来 Vovo比较有进步了 大概十几年前 Vovo才把它 自己改装成比较sexy一点 现在Vovo也是被一间中国的公司 收购了 汽车 是不是 所以 你除了 你发现问题 然后你有一个解决的方案 或是一个发明之外 不是说你认为这个发明爽 大家就要用的 等一下我们会举出几个例子 你要让大家能够接受的 大家能够接受 而且甚至有时候是很不合逻辑的 这东西虽然很好用 可是大家觉得他不美 大家就 就不买了 是不是 Vovo大家都知道 他性能听说是很稳的 是不是 可是因为他不美 我们年轻人就不买了 知道他把自己变成比较sexy为止 是不是 比较流线型为止 所以你要考虑这种因素 并不是你很伟大 你是爱因斯坦 所以大家自动要喜欢你的 这个你是ID生 所以大家必须喜欢你的 ID生什么在火车上被人家掌挂 这个大家都听过吗 是不是 当然 要有实践性 要真的能够 就说能够使用 能够使用 就说你的这个发明呢 可能在欧洲能够用 那么来到比如说亚洲 是不是也能够用 核时核地如何哪一个等等 这个都很重要 我们来接下来我们会看 几个所谓创新的这个例子 首先我们看一看这个 大家都坐过 大家都坐过飞机 是不是 我们从小 我们从小坐飞机 是很典型的一种 就是说 除非你是做747 否则波音都是 左边三个位 右边三个位 一排六个 737等等 然后你看波音 他后来也发明了这个所谓 787 他发觉到他的747 虽然很大 可是到了现在这样的情况 有时候可能还是不符合经济效应的 所以他发明他的787里面 他有各种的灯光调和等等 使到比如说你飞长城的话 你会没有那么疲倦 他利用灯光的这种调和 我最近从 从中东做回来 你知道这样很流行 要飞欧洲先飞这个 Dubai然后再飞欧洲 做这个787 是这样很爽的 他的窗口会随着 就是说他会使到你感觉到好像你是慢慢的醒来这样 窗口颜色会变 然后那个 那个窗里的那个灯光的这个 暗度亮度也是会变 使到你 其实 其实是欺骗你的这个深入失踪 本来你是应该是很疲倦的 他弄到你感觉到好像你睡了一觉醒来这样 所以这一些呢都是就是说 我们面对一些问题就是什么呢 大家 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做first class的嘛 对不对 所以也就是说不是每个人都能够 平躺这样来飞行 像我们这种做 以前我 有一位老板 很无路性的 把经济舱称为牛舱 像我们这种做牛舱 睡到大概75度这样来睡 所以你需要有这种各种的比较先进的 不管是灯光的这个阴暗度 或者是窗口的这个阳光的这种调和等等 然后使到你能够更好的 在飞行了十几个小时之后呢 你的精神会比较好啊等等 所以这个是七八七的一个功能 然后同样的BMW也是这样的 情况 以前的BMW我看跟Volvo 应该是有的比的 以前的BMW 现在的BMW会被人觉得 是在忍不住会爱上他 除了外形啊 它的功能啊等等 这些都有它的一些改进 三宗的以前的三宗跟现在的三宗 同样的也是很不同的 最初的这个三宗90年代 在美国的时候我记得 三宗是 就说 大家买不起摩托罗拉才买三宗 到了今天应该没有人听过 没有人 没有现代人在用摩托罗拉了 是不是 所以同样的 也是你有没有努力的去改进 三宗不停的改进自己 摩托罗拉是 没有去改进自己了 所以变到摩托罗拉 现在已经完全没有在使用了 还有当然是我最最最最心爱的这个 Steve Jobs的这个苹果 还有iPhone 各种的i iPad 等等 我 我不是学画图出身 所以以前没有用过那种苹果电脑 不过一用上iPhone 实在忍不住会 会会会会会爱上他 这个 这个是他的一个魅力 这几个 几个比较成功的这种模式 那么还有一个 是这个Adidas鞋 同样的你看Adidas鞋 以前我们小时候 起码我小时候 Adidas也就是运动鞋 也没有什么特别讲要 因为就说需要买运动鞋 就买Adidas 这是德国的一个品牌 可是他考虑到一点就是 尤其是欧洲人 我们亚洲人也是一样 现在开始重视什么 可以开始重视这种循环再用 是不是 这种废物就不要就丢掉 是不是要循环再用等等 所以他也开始 把一些首先是科技 然后会把一些循环再用的这些材料 能够加进他的设计里面 这个也是其中一点 还有当然也是我最爱的这个丹麦的产品 叫做LEGO 各位小时候 不知道有没有LEGO伴随你成长呢 LEGO是伴随着我成长的 从小时候的那种 就说 比较 坦白说比较粗咒的那种 就说pink LEGO的那种各种模型 到现在的LEGO 已经是机器人了等等 这也是随着这个时代的跟进 所以 我再一次的强调 所谓创新呢 你应该是先发现有一个问题 或是一项挑战 然后你自己有一些创意 这些创意能不能够被大家接受 是不是能够真正的做出来等等 我觉得我们本地先不说沙巴 我们先说本区域 我们东南亚 一个很成功的例子 也就是今天早上我从吉隆坡 赶回来 所大称的这个A Asia 你注意他说 truly不只是Asia 他也是truly什么 truly ASEAN 的确 我们整个东门 我们整个ASEAN 因为有了A Asia 而变成比较 比较清净 我们今天 一考虑所要度假 以前我们 我们要度假的话 我们想到是很极端的 我们以前我们小时候想到要度假 要不然是到斗牙兰 要不然就是要到很远的什么 日本 美国 欧洲 是不是 我们今天我们想要度假的时候 我们可能考虑曼谷 我们可能考虑巴黎 是不是 我们可能考虑我们周边的 这些东门国家 这个主要归功于谁 坦白说还是Toni Fernandez 是不是 今天早上我从吉隆坡 飞回来的时候 两位单私利 富豪 也同样的做A Asia 所以应该是很为大家所接受的一种交通模式 你看他是怎么样做法的 他是有A Asia 然后他泰国有分公司 泰A Asia A Asia X 跑长城的 长城到欧洲 到现在有到Hawaii了 A Asia X 这个 A Asia Indonesia A Asia Philippines 这个是哪里的A Asia 这是日本的A Asia 你看日本的那个 你现在很看啊 这是多么骄傲的一件事啊 虽然Toni 我有时候跟他意见也不合 尤其是他的那种只给 我们现在 什么只给带7个kilo 弄到我特地去买那种 一个来量多少kilo那种仪器啊 那一点我跟他是绝对 事不两立的 不过也必须称赞一点 我们从小到大只听过日本人来 我们这里投资的 是不是 我从来没有听过说我们跑到日本去 去投资的 你说这个是不是个很伟大的事情 是不是一个很成功的本地企业 跑到日本去做 跑哪里都好了 欧美 日本 哪里都好了 而且他做啊 他是日本最好的廉价航空 那种什么日航啊 什么航啊 想要做廉价航空啊 没有一个做的成功过他 所以这个就是说是我们本地 敢敢出去 成功的 在国际化的一个很好的一个 一个一个例子 还有一个什么例子呢 这个 就是也是来自我们邻国的一个例子 来自哪里的例子啊 菲律宾 Jolly Bee 你知道Jolly Bee他的思维是怎么样的吗 Jolly Bee 当然是菲律宾 version的McDonalds 讲我直接一点啊 是不是 就等于是菲律宾的快餐店 菲律宾的麦当劳 然后有卖一些菲律宾的快餐 菲律宾式的快餐 他的思维也不难 总是哪里的 全世界哪里有菲律宾人 大量菲律宾人工作的地方啊 我就开到哪里去啊 对不对 所以你看全世界哪里有很多菲律宾人 中国 其实 其实中国不多啊 其实中国只在几个地方有 上海啊 几个地方有 不知道就把整个国家都放在原色了 他在香港有咯 香港我们有很多菲律宾同胞在那里 我们叫家务助理 我们要有客气一点 家务助理 很多家务助理嘛 所以在香港一定有咯 是不是 在我们马来西亚好像也不多 一两间啊 在基隆坡有 在这种中东国家 各位假如有 假如非欧洲的话 中间有经过Dubai的话 整个Dubai机场卖东西的啊 我看没有一个是他们阿拉伯人啊 全部是我们来自菲律宾的同胞啊 所以你看在中东很多家 很多家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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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美国也有嘛 是不是很多美国也是很多菲律宾人啊 所以 他的 你看他的那个思维 他找到一个Niche 找到独特的那个市场 就哪里有菲律宾人呢 我就到哪里有大量的菲律宾人呢 我就到哪里去开我这个快餐店 这个 这个也是一个蛮成功的一个例子 还有 这个是 大家猜 这个是一个什么公司啊 不是IKEA啦 IKEA IKEA也算成功了 这个其实 就是我们马来西亚的一间很大的银行 叫做CIMB CIMB 你注意看他近几年的这整个广告的这个 企业通讯的这个 campaign 是不是 他主要强调的是什么 他主要强调是CIMB 是我们 东门最了不起的银行 是不是 他不是强调我CIMB是马来西亚 跟权力核心有关系的银行啊 他并不是强调那一点 他是强调我是东门最好的银行 你看他 所有的这些东门国家 我都有分行 而且最大的几间在哪里 在印尼 Niaga 在 这个是在菲律宾 还有在泰国 这几个东南亚最大的这些经济体 他都开比较大的一些分行啊等等 所以这也是一个很成功的例子 你一间马来西亚的银行 本来可以很驚喜的我在马来西亚做到 最大就是了啊 是不是 反正你关系又那么良好嘛 对不对 可是 他是不甘于只在马来西亚做到最大 是不是 他要做到整个东门最大的一间银行 这个也是一个应该值得鼓励的一个例子 接下来呢 我想要 跟大家分享几个 本周我认为蛮有潜能的一些例子 蛮有潜能的一些例子 但是还没有真正 坦白说还没有真正能够发挥到国际的一些 一些例子 有一些是艺术的 有一些是创业的等等 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是本周的例子 你看 这个是一幅 这个其实是用什么 这个其实是用 这个是一幅艺术品 最近 在这个 我们沙巴有个艺术郎的 大家知道吗 沙巴艺术郎那边 最近在沙巴艺术郎有一个展出 你看这也是用什么做的 其实这照片 其实是用那种 你知道你们画图 你们做工程师啊 做建筑师 你们画图的时候不是有图纸 图纸中间不是有一个很长 那个筒啊 那个星啊 那个筒啊 那个筒啊 他拿来切割成一段一段 然后拿来做一个拼图 大家看得出这是什么拼图吗 首先 这个是什么 这个影子 你放灯光在这个拼图是什么 是神山的一个轮格 大家看到吗 这是神山啊 是不是 可是神山里面呢 它里面又有什么 这是Refrosia Refrosia 红色这也是Refrosia的 这个好像一个 它的形状 是不是 然后我们沙巴最著名的 叫Refrosia 还有什么 Oranwutan 这也是Oranwutan的脸 看到吗 Oranwutan的脸 看到吗 Oranwutan的脸 Oranwutan的脸 这个 这也是一副脸 这也是一副脸 所以 你看啊 这个 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为什么呢 它是用 一些 本来就要丢的一些图纸的中间的 那个轴心啊 是不是 本来很多都拿来丢的 拿来做艺术品 首先这是 就是所谓的上巡的艺术 upcycle的这个艺术 然后又有什么 有沙巴的元素 有神山 有这个 这个叫做Refrosia花 还有这个 这个叫我们的Oranwutan 是不是 这是 你看这样的一种 这样的艺术啊 我们既能够再循环 我们也表现沙巴的这种特色 你想想看 这一种 讲到我们可以多加以发扬 是多么好 尤其是 这样的一个艺术品啊 是我太太做的 这个更应该加以发扬啊 大家可能也认识我太太啊 这个Architect Tracy Yap 这个例子啊 这个已经写明了啦 又是 Tracy Yap做的啦 她是一位Architect 不过她常常不务正业 喜欢搞一点艺术啦 我是把她的一些艺术品介绍出来 你看啊 这个也是之前去年八月在 这个 在我们的海旁那边啊 有一个展览啊 就是同样的 也是要使用再循环的这些物品呢 然后展示出沙巴的一些风貌 你看这个是什么 他是用一个铁架啊 然后上面吊一些什么 那我们喝的那种大型的那种 汽水的plastic瓶啊 是不是 大型的汽水plastic瓶 你开party的时候啊 cocacola一大堆啊 是不是 通常开了party就丢的嘛 是不是 我老婆是逼我们 她公司也好 我们家里也好 每次开party那些 plastic瓶全部收起来 是不是 结果拿来做什么 她里面放点颜色 然后把她用 她用个铁架 这铁架也是废铁的 她就逼她的一个朋友 把她这铁架盯起来 然后在上面挂 挂些什么呢 要做一个什么形状呢 其实呢 是要做一个海龟的形状啊 她整个message是什么呢 你知道我们常常 不管是塑料瓶 或是塑胶带 就这样丢下海 是不是 你知道海龟以为是水母 海龟吃水母的啊 海龟她以为是水母 去吃那个塑胶带啊 是不是 吃了下去 obviously不能够小花嘛 是不是 结果祸生生的 这个海龟被 要不就梗死 要不就窒息而死啊 是不是 而大海龟啊 是瓶瓶结种的 婆罗洲大海龟是瓶瓶结种的一种动物 所以我老婆呢 她就用这种水瓶呢 做一个海龟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形状啊 然后她故意做到啊 她那个铁架是比人还高的啊 所以你可以走到下面啊 你玩这个selfie啊 你拍你自己啦 你拍上去那个影子 你是跟那大海龟在你上面啊 这样来拍啊 所以 你看这种也是一种艺术的表现 首先就是说 我们 我们 我要强调的是这一点 就是说 我们沙巴 我们婆罗洲有很多 什么各种珍奇百怪的一些 各种神怒之物啊等等啊 是不是 可是我们不能够就这样 就是说整只海龟拿出来 跟人家讲这个东西要保护啊 是不是 你要用一个比较艺术的形式啊 使到人家会觉得很有趣啊 是不是 做一些欧兰乌蛋的形状啊 rephosia的形状 海龟的这些形状 而且是用这种废物利用 就跟大家强调啊 你那个plastic瓶 假如不丢的话 是不是 是可以拿来做艺术的啊 是不是 所以你要用这种手法 来使到 我认为啦 使到大家能够有所醒觉 接下来呢 我会秀大家 其实才上个礼拜 所举行的一场这个 时装秀啊 这肯定不是我老婆的啦 不过是我老婆拍的 我们来看一些这个时装秀 大家可能有去过 有谁有去这场时装秀啊 叫做婆罗州土足服装展 The Borneo Indigenous Fashion Week 你看啊 你注意看这个服装展啊 它是用我们 我们本地的一些土足 所喜欢用的颜色啊 pattern啊等等 是不是 然后来做一些产品喔 它并不是一定叫你每个要穿 舒马照妆喔 In fact 整个时装秀里面没有人穿 舒马照妆喔 可是啊 把舒马照妆的那些各种的pattern啊 是不是 它融入一些 坦白说 能够比较受国际认可的一种服装形式啦 是不是 我们来看一下 你看多么漂亮 没有一个是我老婆设计的啊 不过是她拍的而已啊 你看 这种不是很像我们Gadasan人的那个motiv 他拿来做这个什么 拿来做手袋 同样的 假如传统的是这样 就叫他们这些时装设计师们 他们设计出来的是这样 你叫全世界大家穿这样啊 我看很少人会穿嘛 是不是 可是这样的一套就比较大家可能会比较会穿了嘛 对不对 你要使到大家能够接受 我一直强调那一点 你很聪明的 大家要能够接受的 不能够逼大家穿那种传统服装 你看 这样的motiv 你弄到很fashionable 穿起来大家觉得很sexy很壮 你这种 而并不是叫大家一定要穿那种 Iban装 Gadasan装 你把他们的元素把它融会贯通起来 还有 同样的也是这样 你看可以很sexy的可是 带一个这样的一个包 传统的是这样 我看没有多少人会穿啊 坦白讲不要穿出去啊 要不然讲回山看出来人家 可是你把它设计成这样就多人穿了 你把它设计成这样的 这服装很sexy啊 又sexy又有土著的这种 这种motiv在里面 你看 这位俊男穿到多么 多么 多么 发人身心 你看 本来是女孩子的男孩子都可以拿来穿 是不是 我们要 这就是创意啊 然后使到大家比较能够 能够接受的一点 同样的这些也是 全身摆 只是这里有一点 这些这样的motiv 这些都是 都是 就是说 我觉得我们应该朝这种这样的方向 不一定坚持说 好像说 政治还归 政治人员拿出来说 你要保护他 然后用比较艺术的形式 比较能够 受全世界能够接受的方式 把它表现出来 最后呢 我最后一个例子 最后一个例子 可能在座各位都有参与过这个拍片的这个工作 这是什么呢 香港的一部电影 他跑到沙巴来取景 然后我们很多沙巴人呢 都有参与他的这个演出 所以这种也是一个例子 我们沙巴 也当然有自己很著名的一些艺人 歌手等等 但是你看就要人家来取外景 我们也参与他的一些演出等等 这个也是一个 就是说一个可以 我们可以思考的一个模式 这个是当时 切烧猪的时候的情景 这个是我 这香港老牌明星叫什么 Joe Joe Junior 几个这种明星 所以 我再一次强调 我给大家一个大的框架 什么一带一路 RCEP 什么东门经济共同体 很多很多机会的 可是我们要发挥自己在地的这个优势 把我们沙巴 把我们婆罗州 的一些比较独特的东西 我们要第一单要有创意 这个创意可不可以被大家接受 而不是整只猴子搬出来说你要爱护他等等 然后是在什么情况下把它展示出来呢 我想这样呢 我们才能够做到比较好的一些所谓的这个发挥 我今天分享就到这里 所以 再一次的谢谢大家 好 大家再一次掌声 谢谢胡一山博士 今天的重点是 大家要有创意 但是千万不要创办 好 我们稍后我们的主任呢 会来颁发这个纪念评给两位讲师 主任 Johan 已经在场了 所以今天 我们特地邀请他来 帮送纪念评给两位讲师 首先是黄吉兵有请 Johan 转过来 吉兵你在这边 好 带来 带来 贵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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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有一个更多的事情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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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这个 我们有一个新的 这个 这个本的话 你要留在沙巴了 好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Johan 好 还是在学习 所以呢 就要讲很抱歉一下 我一定是用英语来讲 好 好 I think 像刚才在比达豆那边 那比达豆就是马来文的嘛 那马来文也是一个语言 华文也是一个语言 英语肯定也是一个语言 那在Toastmaster 这个就是一个学习的地方 来学习做了更好 我们没有跟别人来比较 We only compare with ourselves of who we are today and make ourselves better tomorrow Communication and leadership Toastmaster is about both 不是一个语言 不是讲 会沟通就好了 会沟通 然后能够带领 一个团队 那个是更好的 那今天呢 我觉得 我们大家都是来这里来学习 那今年的conference 我们都有比较多一点活动 华文的也有比较多的活动 那我希望呢 大家能够出来 带了这个信息回家 那把我们的members 展开了更大 basically to grow the membership When you grow membership When you grow the club You will have more opportunity Yeah To have more platform to deliver Yeah So Thank you very much Yeah To Dr. Jacob And every one of you Who are here in this room Which is slightly a bit warm I take note of that Yeah But I will It is not The deterrent to learn Yeah So give yourself a round of applause for standing back Thank you so much